HELLO 大家好 我是PSM的Alan 現在我身處英國的倫敦 剛才出席了華為的最新手機發佈會 今次華為推出了May 20系列的最新旗艦手機 而且還有很多型號 包括有May 20 也有May 20號 同時也有Post Design版本的May 20 RS 以及專攻手遊的May 20 X 我手頭上有May 20和May 20號 立刻和大家看看 這部新機May 20系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現在左邊的那部就是May 20 右手邊那邊就是May 20號 可以看到May 20就是用水滴型的螢幕 而20號就是有個流海的 比較闊身一點 而機身呢 20號也是闊少少的 而機身呢 20號也是闊少少的 那板轉後面機背看看吧 那大家都是一個 四方形 佈局的三鏡頭加上保光燈 不過呢 大家的鏡頭擺位都是有些不同的 那見到呢 20號就是閃光燈 就擺在右上角 而20號呢 就是擺在左上角的 3D LiveMaker 3D LiveMaker 這個3D LiveMaker 怎樣去掃描一個3D的角色 那就要先關掉那個App 先的 那我已經呢 掃描中了 那記得要用前鏡頭 那因為呢 做demo 所以就 這樣做 那一路呢 要掃描它 整身的 你看到頭頂啊 腳啊 前後左右啊 那樣都是 那應該就是綠色的範圍呢 要有了 整隻 公仔 都有綠色的範圍 那才叫完成 那我現在呢 就在設計模特兒出來了 好 那就已經 我猜她真的是 好了 那我現在試一下玩吧 不如 OK LiveMaker是怎樣玩的呢 OK 剛才掃描了那個 對 對 是 那這個可以試完AR了 現在 OK 好 那就 掃描了這個範圍 那她呢 就會在這裡 可以做一個動作 一來一去這樣 還可以 放大它 那試一下 走路吧 嘩 跑也行 到處走啊 打功夫啊 喂喂喂 咦 有人走過 你也照樣打啊 那也挺 挺好玩的 發佈會上面呢 都說到有一個叫做 High Vision 的功能 可以 檢查一下卡路里 那樣的 那不如現在又試一下吧 啊 那在這個 CAMERA App 裡面呢 只要呢 點一下左上角這個呢 就會去到這個界面的 那其實呢 這裡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的 都 你會看到 譬如有購物啊 那樣的 那也有其他東西可以選擇的 有購物啊 Translate 等等 那她說 今次我們先試一下這個卡路里 那它有一個四方框走出來的 那然後呢 你呢 就移到食物裡 點一下 好 那她就會看到 嘩 這一個蘋果呢 就105個卡路里 那就194克 那你吃不吃就自己想啦 是不是 那好 那我又試一下另外一個 生果 那我點一下它 先移過去 有一個四方框出現 那她呢 又會在這裡計數 嘩 這個92 這個好像少些卡路里 那是不是 吃這個健康一點 那樣呢 那我試一下